就是有关美容媒体方面的 美容媒体方面呢 我觉得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方面吧 那么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过去呢也是主要是以痛症治疗 那么在一次无意中 我就意识到面部的很多问题 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 通一个微状技术或者筋膜的调理 会让我们面部的一些损容性的疾病 还有形体的一些问题呢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环节 所以呢 那么经过了十几年的这个 不断的探索努力学习以后 我觉得值得给大家去推广 我原本在去年的时候 我应该是到加州和那个北美那边 有大概有机场有关美容的一些讲座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就已经就放下来了 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网课的这种 危机之间 所以这个网课呢 就被大家慢慢的接受了 我自己开始也是很对网课 不是不感兴趣的 但是自从我介入到以后的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很喜欢 它可以让我很从容的 把我想要表达给大家的东西 然后表达出来 同时呢 也不像我想象中的 好像我想很多东西 我没办法通过网课 给大家表达出来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的网课 不但可以通过PPT 给大家去沟通 我们可以有视频过来 也可以有很多有录像 还有彼此之间的交流的话 我觉得除了没办法 手把手的教大家以外 其他的都可以满足大家 更主要的是什么 他可以反复的去什么 反复去回听回看 那么这样的话 就比很多面授课要好很多 因为面授课短短的几天时间 老师讲得很辛苦 那我们听课的学员的话 也会听得什么 听得很累 而且吸收就相对比较有限 但是网课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利用很多时间 我们做饭的时候可以听 睡觉的时候可以听 开汽车的时候可以听 当然也可以很好的坐下来 一边记着笔记 一边去听课 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度 一定要远远大于什么 面授课 这也是我很喜欢它的 很重要的一方面 所以我现在呢 也慢慢地在加入了 各种各样的面授课 这样的一个教学上面来 好的 我想长话短说 我们今天就看一下 这个美容媒体方面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 去针对它 过去大部分 一说到美容的话 我们都会想到美容院 好像跟我们医生之间的话 除了整形外壳以外 跟我们之间关系就好像不是很大的 其实呢 中间有很大一部分 整形外壳不可能碰到 美容它也不可能碰到 中间这一部分 正好是我们切入点的地方 我们甚至的疗法 已经远远超过了什么 美容和什么整形外壳 这是有不可替代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技术 所以我想今天就把这个呢 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一方面就有发展 我想一定会给你带来 意想不到的一些什么 好的一些结果 好 具体我也不想讲我是哪里的 我不用介绍了 反正我想你们 就把关注度就放在这种 这个疗法上面 它对你的 能对你带来什么 就我自己本人来说 倒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好 那么在一百多年以前 伟大的发明家 也是科学家 也是预言家 艾迪森他就曾经说过 未来的医学 将不再一次给病人什么 十某种药物 而是要转向 你照顾人体的结构 饮食和病因来防止 那么确切地说 不管您现在 是从事的针法 从事的针灸 还是从事的这种手法治疗 还是说是你在一个 做一个 包括你们所做的什么 这个健身运动员 瑜伽 像这类的人 你们所从事的针法 根本上就是在改变病人的结构 通过改变病人的结构 然后来治疗疾病 那么换而言之就说 我们人体的很多疾病 可能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什么 结构的异常所出现的 所以我们通过结构的改变 来治疗疾病 来预防疾病 来防止它的复发 是我们所追求的 而且这种对结构的改变 它是更加的从根本上 从病因上来治疗疾病的 是我们值得去什么 值得我们去追求 也是值得我们去什么 向往的一种疗法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人体 无非就是一个结构 我们跟一个实体的桌子 一个椅子 一个建筑物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它是一个结构 我也是一个结构 它是一个可以看着结摸着的东西 我同样是一个看着结摸着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宇宙空间里面 我们都是一个 通称为一个实体结构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人 我们人这个结构 它是靠什么来组成的 人呢 就是通过筋膜的什么 张力和压力的改变 形成了我们人的这种外形 筋膜是人体结构的 最基本的一个元素 它是通过对筋膜的一个张力的改变 或者压力的改变 形成了我们人的这样一个形态 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要首先要认可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人体的筋膜呢 根据人体的解剖 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包扰骨头和包扰肌肉的 这一类筋膜呢 我们称它为肌骨筋膜 那么我们目前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痛症 那么就属于这一大类的 那么第二大类是内脏筋膜 内脏筋膜就是承载内脏的 包扰内脏的 分割内脏的 甚至于什么 内脏更深一层什么 细胞的外膜 就属于什么 内脏筋膜系统 那么这一大类是我们的内脏的疾病 那么第三大类是脑髓 是大脑和脊髓的包扰 大脑和脊髓的这一类筋膜 我们称它为脑髓筋膜 那么脑髓筋膜基本上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从解剖上就把我们人体结构里边 最主要的一个元素筋膜呢 就把它分成了三大类 肌骨 肋脏和脑髓筋膜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 有关面部的和形体上面 它主要是跟肌骨筋膜之一有关系 好 我们人除了实体结构以外 其实我们还有实体结构以外的东西 我们跟桌子呢 从基本上来说都是一个实体结构 但是呢我们可以动 我们有思想 我们有灵魂 我们有思维 桌子就不会有这些 所以说人在结构上面 它还有更高一个结构的其他一个层次 第一个什么 就是履动 还有什么能量 所以人有区别于其他实体结构的 另外两层东西 就是有履动 有能量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有气 我们有能量 我们有神志 有这些东西 所以说在人体的整个筋膜里边呢 它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理解 还不是很到位的话 如果我们是针灸医生的话 就针灸上常说到 有句话叫什么叫调形 调气 调神 那么行 气 神 气神呢就是什么 结构 履动和能量 它们是可以画等号的 或者结构 履动和情绪 可以画等号的 这样我想大家就相对容易理解了 好 那么在治疗上面呢 我们同样可以用三种方法治疗 第一种是针法 针法里边 目前用最广的就是针灸 那老师 您的那个PPT好像出了点问题 您重新停下来 重新share一下screen 他在share 但是另外一个人还在share 所以要switch 刚才那个自能气功的张老师 把你的PPT关掉 两个share 所以自己要操作 要share 自能气功 大家看得到是吗 我看得到 要switch 要从现在再转换 可以了可以了 好 对了这样可以 现在可以看到了是吗 可以了 可以了是吗 看得到 现在看得到 刚才看不到啊 刚才看不到 但是我以为没有 两个人在share 所以说 蛮可惜 现在ok了是吗 现在可以 那就行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看不到 所以我只管这样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那么人体从这个治疗上面 我们把它分成三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针法 我们针法里面有针灸 我们现在有席针 有针刀 有波针 有各种各样的针距 通过针距来怎么调理 我们人体的筋膜 另外一种就是手法 手法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手法 轻的手法 重的手法 有通过调骨头 然后连动筋膜的 有通过对筋膜的调理 去改变骨头的位置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 就是手法这样 最后有个自我形体的改变 就是我们人是一个架构 你架构是你自身的 所以说你形体的改变 你的结构改变 跟你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形体 我们的形体改变了 我们的架构就改变了 我们前面说过 很多疾病就是因为 结构的改变所出现的 所以呢 你把你的结构改变了以后 你的很多疾病呢 就会消除掉 那么同样的 对于面部的 对于形体的 当然跟结构的关系 更加的密切了 好 那么我就给大家 给一个大的一个架构 我们人体的 人体的结构 人体结构 从它的整个的形成 它的在解剖上的分类 在层次上的分类 以及在操作上的分类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人体筋膜的这个部位的 大概就分成了八大部分 那么第一大部分就是有关筋膜的基础部分 再加上什么四肢的 就是我们胳膊和腿的这样的一些疾病 就是最基础的 因为它比较简单 安全 操作也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它的疗效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把它分成最基本的 那么到了第二部分 就是面部和形体的 就是比较特殊的一部分 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那么到第三四五 这个地方就关注到什么 体柱和内脏之间的关系了 那么体柱和内脏之间 大家知道 很多体柱的可以内脏 引起内脏的 很多内脏的可以引起体柱的 过去当我们再不了解 内脏的情况下 我们只是对体柱 去进行一个 给大家一个讲解 那么现在把内脏和体柱 融合到一块的话 就把什么内脏疾病 和体柱本身所形成的问题 就可以比较完整的 给大家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在这三部分 就分成了一个上段 中段和下段 这样子的区分 那么到最后 到第六部分的话 就是有关内脏和颅底的 结构的条例 就是全身筋膜的一个条例 第七个部分 就是铝动的条例 那么铝动技术 不管我们一个筋膜也罢 我们一个脏器也罢 一个什么样 它都有铝动的 每一个人体上的 任何一个组织 它就有它自己的铝动了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奥 只有心脏在跳动 我们的肠道在蠕动 我们的肺脏在呼吸 那么其他都不动 其他都在动 我们的肾脏在有它的铝动 肝脏有它的铝动 肾脏有它的 各种脏器都有它的铝动 当这种铝动 受到影响的话 那么这个疾病呢 就会慢慢地产生了 所以对铝动的条例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情细的释放 也是调神 调神就在真种上叫调神 这个是更高一个层次的 我们可以说负能量的释放 情细包袱的释放 像这些的话 的话就是更高一个 更高一个层次的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学中医的人就知道 我们很多病就来自于情质 就是因为情质治病的 那么这个上面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情质的释放 情绪的释放 调神的话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什么 都有这样的能力的 但是是有人这样做的 那么作为我来说 我学过 我也体会过 我觉得很神奇 很神妙 很神奇 但是的话 不是很容易掌握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基本上把从筋膜的这个角度上 把人体就按这样的形式分成了八个部分 那么我今天主要是针对什么 面部和什么和心体这一部分的 好 我们既然要讲到面部 我们首先对面部 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第一个 防止它衰老 防止我们面部呢 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才40岁 到时候人家看你面部像60岁的人 这个字我们不想取的 我们希望我们今年60岁的 但是让人家一看 哦像40几岁 这就是我们对面部的一个追求 那么既然你想让你的面部的整体上 不要显得衰老的那么快 那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 这个面部呢 是怎么样从年轻到衰老的 它经过的哪些过程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最后衰老了 所以说我们一看 一看这个人 哦这个人60岁了 哦这个人40岁了 但是让你描述它 它有什么变化的话 好像我们还很少让人做 所以说我们要首先知道 我们人体的面部 从年轻到衰老 是怎么一个发展过程 我们让这个过程减缓 这就是我们主要追求的目标 好我们看 面部老化的顺序一般都是相同的 但其速度因人而异 我们在这边要做文章 我们要尽量让它的速度变得慢一点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肯定是很年轻的一个消息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面容的时候 我觉得哦不年轻了 但是也不是很老 当我们到了30岁的时候 面部的皮肤就开始有下垂了 变得什么就明显了 特别是什么上眼睫 还有什么我们什么鼻唇沟 法令纹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到了40岁以后 这种现象更加的明显 外肆更加的什么皮肤松弛 然后呢下颌线 就不那么什么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我们的下颌线 像刀切过一样 非常的轮廓非常明显 但是到了40岁以后 我们脖颈部的什么 脖颈部的皮肤就松弛 然后呢 这个下颌线呢就显得圆顿 就不像二十几岁的人了 那么到了50岁以后 这种现象更加的明显 鼻尖也开始下垂 皱纹的开始更加的明显 而且它已经表现在什么 嘴角和什么 颈部了 同时呢会出现什么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是微字形的脸 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就成了什么到位置形的了 本来是年轻的时候 上面大底下小 是什么 瓜子里 到了一定年龄什么 上面变小底下变大了 那么这里边 最多的一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太阳学处的什么 我们说的 液颊部的脂肪开始吸收 所以说我们上面就变得比较小 那么底下就变得比较大 这是面部轮廓的一个改变 好 一旦我们到了60岁的时候 这个眼睛就变得更加的小 皮肤开始变薄 面颊部和什么 和液部的脂肪 就吸收得更加明显 人家不那么饱满了 我们面部的骨性结构 就显得更加的清楚了 这就是皮下脂肪 就慢慢的吸收 那么到了70岁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面部的轮廓 骨性的结构 就完全暴露出来 皮肤更加的松弛 皮肤变薄 而且什么 色素沉着 面部的色素就沉着 所以我们了解了 我们从20岁到一只到70岁的 整个面部的变化 我们让它减少这种变化的过程 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当然 我们所要追求这个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 好 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说我们要针对损容性的疾病 损坏面部容颜的问题 我们要处理这些问题 那么损坏我们面部容颜的东西 哪些地方呢 都有哪些东西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举了这么多 黑字 老年斑 扁平油 各种各样的 皮肤的色素沉着 这就是属于一大类的 紧接着是痘痕 凹陷的斑痕 什么凸起来的斑痕 做疮 面部的凹凸不平 毛孔的粗大 面部的红血丝 像这一类的话 就是什么影响面部那什么 属于什么真皮层的 特别是年轻人的青春痘 留下的痘痕 很影响了面部的一些 那个什么 这个容颜的 那么后面还有一种 跟头发有关系的什么 脱发 斑突 和叶袖 这三个就是跟毛发有关系 跟毛囊和皮子有关系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成就性的痘痕 眼带中眼 好黑眼 全面部出了什么 这一大堆 那么这一大类的问题 主要跟什么 跟皮下的循环有关系 如果皮下的循环好的话 像这一类的问题 就很容易得到环节 继续往下走 就到哪里了 就到我们皱纹 就到这面部的肌肉 面部的表情集和咀嚼剂 表情集和咀嚼剂 它应该有 就积极膜炎 或者什么的话 就会皱纹出现 就会皮肤会松弛 会出现这种现象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 面部的这个深层的皮下组织的营养 供不上了以后 最后呢 再加上地心的引力的话 我们的皮肤就变得更加的 变得更加的薄 而且变干 弹性会降低 最后呢 色斑更加的明显了 像这些东西都影响我们面部的 这个溶岩的 我们通称为这类的 就叫损溶性 损坏溶岩性的病 我们就叫针对它进行处理 好 我们把它分开来讲 我们看第一部分 面部的应用 第一个就是皮肤的 皮肤在表皮层 色素沉着是我们面部溶岩 很大的一个大敌 像老年般 像黑字 脸上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黑字 还有什么油啊 什么醉啊 什么这样这类东西 都是面部 影响我们面部光洁 很重要的一方面 那我们这些就是 我们要处理的 我们目前所用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 就是用了我们 斯怀唐 老先生的新酒针 用它的什么 用它的火针 去治疗这一类的疾病 那么随着时间退役 我们现在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扫搬银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生活在 这高科技 科技高速 高速发展的状态下 所以现在有 有这样的一个小仪器 扫搬银 它就会把各种各样的 什么色素沉着 也把老年般 也把通过这个什么 这个针尖部 这个热 把它什么 扫除掉 这个通过充电以后 按钮一按 这个针尖就发热了 治疗非常好 所以目前 对于面部的 这个色素沉着 和这个 这个 这个老年般的话 我们基本上 用扫搬银 治疗 对一些比较大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火针治疗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一个学员 大家可以看到 做的 后来的这个变化 好 这个呢 就是我治疗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黑色 我用的火针治疗的 这是大概 一个星期以后的 看见 那么旁边这个呢 就是一个老年般 这是一个学员 给他先生做的 这是刚做完的 那么大概一个星期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已经完全淡下来了 我想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颜色就和 和正常的皮肤的颜色 都一样 所以说 对于这一类的治疗的话 效果非常好 应该是能够彻底的 将面部的色素沉着 把它拿掉的 这个是很值得 大家学什么 去应用的 也不是很复杂 安全 只要你有细心 有爱心 那么你的效果 一定会非常好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表皮层 然后我们再看真皮层的 那么真皮层的 最常见的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男孩子 我相信大家走到大马路上 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状态 那么它最主要是什么 青春痘 青春痘以后 好了以后 因为这个反复在化妆 最后就在皮下 就形成这种各种各样的硬结 能表现在面部的话 就这种色素的沉着 还有什么凹凸不平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 最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让这种状况 完全恢复到什么 正常的皮肤上 那么现在美容院 对它的治疗的话 就是给它上药 什么这样 我们的目的 要把身体的硬结松开 把硬结松开 循环好了 表现在表皮层的 所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什么问题 都会迎人而解的 这是我们治疗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女孩 一个中学生 大家可以看 这是她 这是我擦的这个酒 消毒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小龙角 这个都有 那么我帮她松完以后 当初松完 大家可以看到 就基本上 过一天左右 完全就恢复了 因为她本身很年轻 再加上这个地方 不是很重的 所以她的恢复非常快 我看看这个 那么这个年轻的 长得很漂亮 但是大家看到她脸上 这个表面上 看得好像还可以 当你的手机 触摸她的面目的时候 底下都是 无数个硬结在皮下 那么我就帮她 这个大家看 我就帮她处理 那么大概处理的 做了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她的皮肤 这个什么 已经比原来好了很多 那么趋细往下做 像这种什么色素的程度 一定完全能恢复过来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微创技术来说 可以说是杀手锏 我们能做到的 别人能做到的 别人做不到的 我们也能做到 而且我们做得非常好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有关痘痕的 其实我们对于看 我们这个小姐 面部的这什么 像这种斑痕的话 也是我们最佳的 什么适应症 我们通过我们对 斑痕的处理 松紧以后 一定会让这种 非常明显的这种 什么痕迹减少 而且把这硬度 我们可以把硬度 恢复到正常 当然我不敢说 它这个楼下的这个 已经完全能恢复到正常 但是呢 我们一定能让它 好到七七八八 这样的一个程度上 好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 跟毛囊和毛发 有关系的 脱发 斑突 发际线上移 或者秃顶 以及叶秀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 前面营养不足 后面营养太过了 像临床出现斑突 还有什么叶秀 这都是我们治疗范围之内 而且像这一类的 效果非常好 但是对这一类的话就不行 毛发稀少的人 将对难治疗一些 对斑突 急性脱发 还有叶秀 是我们治疗范围之类的 那么具体什么原因 主要这个是 分泌的太多了 分泌旺盛 最后形成的 这个呢 是瞬间 就是出现了一个 情质上的改变 然后呢 把深层的这个 循环和神经供应 给阻断了 阻断了以后出现 因为这是急性发作的话 它的经过我们稍微处理 很快这个头发 就会长出来 那么过去对于叶秀的话 我们尽管就是手术 将这一块皮肤拿掉 那现在我们就没有必要了 我们就要将这什么 将这个粗大的毛囊 把它破坏掉 那么这个问题 就得到英文的环节了 好 另外我可以介绍 一个有这个扫班仪 扫班仪的话 这个呢 就是一个补充的一个 对于面部的一个 补充的一个 一个治疗方法 它可以通过扫班一对 面部的这个刺激以后 可以把一些营养的素 然后就是浮在面上 更多是它可以讲什么 像那个皮肤的什么松弛 皮肤的下坠 还有那个这种色泽不均匀 还有那什么 这个皮下比较 比较薄的这些患者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扫 这个滚针的这样治疗的话 能让这些问题 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环节 而且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教为什么 教个病人 他自己回家去做就行了 因为这个很简单 只要你保持它的平衡的话 应该很简单的问题 而且对面部的影响 非常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好 我们爱美 爱美之心每个人都有 但是呢我们有些人 很不理性的 会做一些什么傻傻的事情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 这就是长期用什么化妆品 含拱多的化妆品 或者这个拱的这个素呢 就沉淀着真皮肤 像这种是很难处理的 真的很麻烦 那么这边也是的 但是大家看这个 这个就是用什么埋线 埋线以后形成硬结 就会出现那种状况 所以像这一类的 为了美 是人追求的 但是你不理性的 去追求这种美的话 可能带给你的什么 更大的一种什么伤害 这种是我们 我们不追求的 我们不什么 不提倡的一件事情 我们是把一些 损容性的问题处理掉 让我们在这种状态下 恢复的正常 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一个什么目标 好 我们到了皮下以后 我们再往深层 知道什么 就到了面部的肌肉 面部肌肉分了两大类 一类是表现肌的咀嚼剂 分了这两大类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咀嚼剂 最主要就是什么 孽肌和什么咬剂 孽肌和咬剂在临床 然后随着时间 孽肌会慢慢的缩短 咬剂会发达 所以就出现到微字型的什么 到微字型的脸型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我们把它不作为重点 我们看一下表形肌 表形肌呢 它跟其他肌肉的 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其他肌肉都是 其一骨头 直一骨头 或者其一骨头 直一肌膜 但是我们的表形肌 一定有什么 一个头指在什么 指在皮肤底下 也就是因为这个 表形肌指在皮肤上 它才能运动 它才能牵拉皮肤 形成一个凹陷 最后把我们的表性 表现出来 但是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我们的咒纹呢 就很容易产生 大家可以看 这是面部相关的一些表形 面部相关的一些表形肌 好 那么这大家看一下 咒纹 我们说完了这个皮下 然后我们知道咒纹了 我们大家知道 咒纹它应该是 很影响我们美观的 我们都不希望咒纹太多 那我们首先知道 咒纹是由哪几个类型 是由什么原因形成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第一大类 就是动力性的咒纹 动力性咒纹主要是什么 我们说的什么 这个表形肌所出现 表形肌所引起来的 那么出现什么 皮肤表形肌粘着的部位 那么它最常见的 你看有额纹 预纹 预纹 下颈的咒纹 眉间的垂直纹 鼻根横纹 和口周的垂直纹 像这一类的面部的咒纹的话 主要是动力性 引起来的 表形肌表形 那么第二大类就是 重力型的咒纹 重力就是地球的引力 那么上下眼 眼颜 还有这种鼻唇钩的 什么咒纹 下颌咒纹 还有阳塞和火积波 阳塞和火积波 都是因为什么 颈部的皮肤松弛以后 下拉地球的引力以后 这会出现的阳塞和什么火积波 这个蛮典型的 那么基本上咒纹是分这两大类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这两种的综合 把这两种的动力性和重力性 合在一块儿所形成 那么最明显的是什么 鼻唇钩附近的咒纹 还有颈部的什么颈部的横纹 这些就是属于什么混合性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了解了 咒纹它分三种类型 表情经营起来的 地球的引力形成的 有些是这两种 融合到一块儿形成的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么底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眼带的 一个眼带的一个学员 我帮他做完治疗以后 做完以后 大家拍的片 大家看到 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眼带 应该是效果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不是所有的眼带 我们都可以治疗的 有些眼带的话 我们也打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有些眼带的话 可能我们帮他治疗完以后 它比原来更加的难看 所以眼带 我们的适应症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就是那么 选择什么样的眼带 我们可以治疗的话 就是有肿眼泡 但是呢 皮下这个 皱纹呢 这个皮肤的松弛度 不是太大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会效果化 但是以我一个年龄比较大的 皮肤非常松弛的时候 我到接应这个时候 接应干什么 外科手术 把多余的皮肤什么 切掉 它的疗效可能 比我们的疗效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适应症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再看旁边 这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穿字纹 这是一个学员 大家这是治疗器 能力看到 那么治疗完以后 这个穿字纹 基本上就已经消除掉了 但是我想明显地告诉大家 对于皱纹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的这个什么 血线变得淡一些 但是呢 没办法彻底地完成 但是我们前面说的 痘痕 老年般 黑字的话 我们让它可以永久性地消除掉 皱纹的话 我们可以改善它 改善它 或者它长期地要跟着你 如果这个人 他不想他面部出现任何皱纹 那可能定时地要跟着你 一段时间 你要帮他做一下 一段时间帮他做一下 特别像那个 我们现在很细的这种针 对面部的一个刺激 然后对这个房子 皱纹的产生 有非常好的帮助 这皱纹是文明 比较麻烦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叫做液罐 液罐呢 是一个朋友 他们自己搞的 我觉得非常好 特别是面部的 它可以这个很简单 很简单以后 它可以通过这样的签纳以后 让面部的这个 皮肤的下碎 皮肤的松弛 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同时它这样做 可以增加面部的死 就是这种血液的循环 总之我觉得是 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可以把它交给您的顾客 让他们自己会继续做 很好的一个 那么除了这个 液罐以外 我还建议大家 有种手法治疗 美容院的手法治疗 其实它的确还是能起到 非常好的作用 当然更深一层的话 它可能没有办法 但是面部的手法护理 的确对美容 有很好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 护理不护理是有区别的 包括你穿的一件衣服 你定时的把它运好 烫好的话 它维持的时间就是很长 同样我们面部也是 你如果及时的护理 它干什么的话 它衰老的度 一定是比你不护理要好 所以面部的皮肤护理 我觉得也是值得 推崇的一件事情 如果有条件的话 当然可以去做 其次的话就是 面部的瑜伽 这个我倒觉得 要交给大家 因为我们面部的表情机 是引起周围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面部的表情机 大部分我们通常的人 我们只用了那几块肌肉 所以其他很多肌肉 都出在一种 休息状态 休眠状态 如果我们通过 我们面部的各种姿势以后 将我们面部所有的表情机 都让它工作起来 我相信 你面部的辐射 面部的这种饱满度 一定会达到一定程度上的 这个我是觉得值得去推广的 我们瑜伽 不光有形体的瑜伽 其实还有面部的瑜伽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你看这是 我举了几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于什么 对于什么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嘴角下垂也罢 什么也罢 它都有它很特殊的一个 这个一个方法 让这种现象怎么样 减少 包括你看 就是颈纹 颈纹很影响我们 它对颈纹的这个 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治疗 针对性非常强 我觉得值得给大家去推崇 让大家去学习这种方法的 好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用手法治疗 我们可以自我的 面部的肌肉的一个训练 我们还可以用波针 我们用什么 一个一罐去治疗 我们可以用什么 很细的针去治疗 就是多种方法 联合起来化 那么它的疗效呢 一定会上一个高度的 提醒一句啊 大家都把视频打开 要准备开始照相 等老师一讲完 我们就知道 他还有五分钟就讲完了 好的 我们再看一下 面部尾 到了一定年龄里以后的话 你看 它的皮下的脂肪就非常的少 而且肌肉也处在一种什么 休眠状态下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将硬结去松开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它主要是正在颅骨 在面骨上 将这些硬结怎么样 把它打开 这么把这些硬结打开以后 面部的那种轮廓 面部的饱满度呢 真的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好 那么这个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 像那种 面部呢 脂肪很堆积 我们也可以进行治疗 那么包括我们 大小脸不正 大小脸 大小脸不正的话 主要是颈椎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面部的治疗中 一定不要忘记颈部 颈部不好的话 面的轮廓就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很典型的 颈部的问题 影响到面部的形态 好 颈部的这个 颈前部的这个皮肤 对我们年轻和衰老 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你看这两个 明显的感到年轻的和老年 所以颈部呢 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地方 这是颈阔肌 和相关的什么 舌骨的相关的肌肉 这都是我们要调理的地方 然后这是一个自画像 从年轻到衰老的一个 整个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不同的时间段 然后形体 形体的话主要是 两个方面有一个是骨头的大小 和什么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 这两个注定了我们什么 形体的改变 我们总认为胖是不好的 瘦是好的 这种理念是错误的 那我们形体上最关键是什么 中轴 中轴就是我们人体 一个中轴 一个横轴 我们如果保证 我们的正轴 是垂直于地面的 横轴呢 也是一个那什么 保证中轴和横轴的话 我们的形体的话 就会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下 跟和胖和瘦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人 你圆肩圆背 你拐来拐去的身体 那么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形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形体跟胖瘦有关系吗 喜欢吗 这就是中轴线 不在一条直线上所形成的 所以形体的改变 是中轴线的一个改变 不是胖和瘦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到 如果凹形统 像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中轴线有问题 所以在媒体上面呢 我们主要关注是架构 不同年龄段 女性在不同年龄段 形体的一个改变 那么当然 除了形体的改变 我们还注意局部的 比如腹部 蝴蝶绣 火颈的变粗 圆肩圆背 腹背包 双下巴 羊腮 火肌波 像这些呢 也是影响我们形体 但是这是局部的问题 我们对局部的处理的话 对我们形体也是影响 所以形体的改变是两方面 就是架构 就是局部的处理 那么其实呢 我们人的美 不但要外在美 更多要内在的美 我们只有当内在的美以后 再表现出来 我们需要的才是这样的 内外都是要美的 所以我们不但要结构美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知识 提高我们的修养 提高我们的涵养 让我们从内在的美 然后散发出来的这种美 这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所以说我们说过 我们环肥燕瘦 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胖瘦不是美不美的 一个什么标准 那么真正一个人的美 要必须具备什么 容颜 形体和心灵 只有当这三种 融合了一体的话 才是一个真正什么 健康美丽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所针对患者的 只是他的一个架构的 形体的美 那么真正他的美不美 还要取决他内在的一些什么 内在的一些修养和涵养 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 能类型 然后来表现在外边 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好 但是我们作为医生的话 我们对他而言 只能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美 所以美呢 是有层次的 有形 气 神 这三个方面 好的 我今天主要是 还是对这个结构的 对这个架构 对面部损容性的问题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直接的关系 我只能泛泛的介绍一下 但是我觉得里面内容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也是我们 不光是我们所面对的病人 所要追求的 我们作为医生也办 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美丽 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 好的 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 谢谢 好 谢谢Dr.蒋宁 那现在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要做这个